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曼达 大家有喝过长沙的著名网红茶盐月色吗 那前阵子我去长沙当时为了排队买一杯生生乌龙 差点误了飞机 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知名的网红奶茶 我绝对都很好喝 唯一的缺点就是排队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作为一个不爱排队的人 今天我会自己复课 想喝什么喝什么一次都可以喝到爽 生生乌龙 其实配方超级简单的 茶底是蜜桃乌龙 可以用茶包泡好等它冷却 牛奶 奶油 糖浆 混合后用奶泡机打发出细腻绵密的泡沫 倒入茶汤 最后撒上小麦配芽粉 细腻急泡的牛奶能化解掉茶汤的色感 只留下蜜桃乌龙的清香 是百分百的完美口感 说要网红奶茶 不来杯喜茶怎么能行呢 这款酒量桂花洞我个人蛮爱的 但是它完全没有顾及我的喜爱 默默停产了 还好我早已破解配方 先煮点糖水 加干桂花泡出香味 过滤后加白凉粉 搅拌溶解 冷藏成桂花洞 接着是糖浆 我喜欢用冰糖1比1加水 小火煮到完全融化 到糖浆可以略微挂毙的程度 这种糖浆做各种奶茶 鸡尾酒 饮料都很好用 泡好后等茶汤冷却 对了还要煮点芋圆珍珠 就是做成珍珠形状的芋圆 可以买到也可以自己做 丢到热水里煮开 捞出后拌一点细砂糖 防粘连 开始做茶了 先铺好一层桂花洞 一层酒酿 一层芋圆 冷茶汤 牛奶 奶油 冰糖浆 冰块 一起摇匀 倒入杯中 最后挤上喷射奶油就好了 每次喝我都要感叹 桂花 酒酿 芋圆 茶 这些东西的香气混合在一起 怎么会这么和谐 喝完洗茶 耐雪的茶也来一杯吧 最近满街都是糖炒栗子的香气 我觉得耐雪肯定也是受此启发 才研发出了栗香满满的焦糖板栗宝藏茶 去皮的栗子仁加水 糖 小火煮到一叉就碎 加点奶油 黄油 小拌机打成栗子泥 我喜欢打到这样还有很多小颗粒就挺 放奶茶里吸到了还能嚼 口感更丰富 黑糖珍珠可以自己做 直接买也行 把黑糖切碎 一比一加水 小火煮成糖浆 珍珠煮熟后浸泡在糖浆里待用 最后还有个灵魂食材是海盐焦糖酱 细砂糖加一点点水熬成焦糖 旁边锅里用小火热着奶油 焦糖变成琥珀色就立刻关火 加入黄油 还有热奶油 拌匀了加点海盐就好 微咸微苦甜而不腻的焦糖酱 领在各种甜点上都很百搭 泡好茶汤 杯子里放一层黑糖珍珠 一层栗子泥 热牛奶打出奶泡 可以在杯壁上随意抹点黑糖浆 具有脏脏茶的效果 重入茶汤 倒入杯中 挤上喷射奶油 挤上喷射奶油 淋上海盐焦糖酱 最后撒点切碎的碧根果就好了 浓郁的奶油栗子 香甜的黑糖珍珠 是一杯满足感破表的奶茶 前面三款都是复刻 最后我还是不免想要随意发挥一下 石榴一直是我很爱的食材 只是吃起来有点麻烦 做成水果茶再适合不过 在石榴头上划一圈 再凸起的部分划几刀 就能把石榴子毫无损耗地拨出来 然后装到保鲜密石袋 就可以开始手动榨汁了 用擀面杖会比较快哦 接着还是用细砂糖和水 跟刚才一样煮点糖浆 加入柠檬汁 加入过滤的石榴汁 继续熬一会儿就使石榴糖浆 这颜色真的有点梦幻 泡好了冷却 杯子里加入石榴籽 脆波波 冰块 石榴汁 葡萄布隆茶 石榴糖浆 表面再撒点石榴籽装饰就好了 这个茶看着还挺漂亮的吧 感觉是很像红宝石精华有没有 喝起来超级清爽 因为石榴本身就自带那种清爽口感嘛 然后和那个葡萄的香气也非常的搭 好了 今天的四款网红奶茶都做好了 其实自己在家做真的挺方便的吧 很简单 随时都能喝到 关键是再也不用去店里头排队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评论转发投影币一键三连